灌了26年了 一个简单的妈都叫不出口 看看将心比心 你媳妇是怎么对你妈的 26年的努力居然没有 温暖你那颗冰冷的心 你太冷酷了 她的卡给你了吗 没给你吧 咱不要了 妈你也不用叫了 你没有这个资格 因为你没有做到任何 所谓人家的第二个儿子也好 或者说但凡是自己的女儿的丈夫 没有做到你应该尽的义务 你没有必要叫 反而你不仅不以此为耻 你好像把这当为自己的 一个谈判的条件 好 如果我们能重新和好的话 我就跟你回去 回去是回去 我可没说回去之后 见到你妈之后 还要还要管你叫妈 你给她这脸干嘛呀 你给她这脸就给自己 没有自尊呢 这个男人你付出了26年 对她母亲也人之一尽了 现在呢 换回了一个网友 据说还要走 是吧 让她走啊 她是不敢走 她知道她一旦离开你 没有第二个人 会像这个女人这么对你 对了你26年了 50多岁了大哥 往后还能折腾多久啊 都这岁数了还折腾呢 我觉得你那高昂的头啊 如果说现在趁早滴下来 是挽救你自己呢 你接下来你要面临的是什么呀 你没有儿女 谁来支持你 照顾你 谁呀 是她 你老妈都比你看得清楚 互相照顾 互相照顾 你照顾她什么了 你管她的妈叫生妈 很费劲吗 你都叫不出口 你心肠太硬了 你还照顾她呢 你其实就希望她照顾你 你要再认不清形势 你可能就孤老一生了 你也就跟人家嘴上过过瘾 但你敢走出这个家门一步吗 不敢就大声地说出来 人家母亲从事实上 其实是已经认可你 如果换成像你一样 心胸狭窄的那个女人的话 她的母亲根本就不让进她的家门 好不然自己有一个亲弟弟吧 也是来往圣诞 太没有人情味了 你这样一个人 只能配自己孤独的到老 你现在还不赶紧抱住这棵树 赶紧把卡交出来 赶紧把那个网友给她拉黑了 听见没有 我挽救你呢 一会儿 一分钟那个六十秒的时候 你赶紧认错吧你 就这么着了 来 来 来 严老师 虽然问题很严重 但是呢 我觉得日子还要过 不跟她过了 真的呀 真的不跟她过了 你跟她过吗还 女士 不过了 虽然说曲总刚才很严厉地在批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